大家好,今天是2月18号2021年 今天我最主要回来和大家谈谈新冠的在美国的疫情 以及美国疫苗注射的情况 以及关于南非病毒变异 到底对我们造成了一种什么样的影响 或者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一种影响 今天的东西虽然比较多 但是我会说的比较快一点点 因为我在过两天就是2月20号 我将做一个专题的讲座 我会把里面的很多东西详细的说一说 然后我会把这个放在这里 先看看美国的疫情吧 美国的疫情在1月头的时候 达到最高的高峰以后 一直出现了快速的下降 现在每天的确诊率 基本上是和7月份的时候基本上扯平了 而且还有继续下降的趋势 这是一个好事 死亡也同样 美国的疫情的死亡也在1月中旬的时候 达到高峰之后 现在已经下坡 因为我们已经 现在已经很多人都知道了 新冠的死亡 往往是在新冠的确诊以后 大概两个星期左右 会有相类似的变化 所以说1月头的时候 美国的确诊开始下降的话 那么我们1月中旬 1月下旬开始看到死亡下降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那么美国的疫苗到底注射了怎么样呢 现在美国联邦政府已经下放了7000万针 超过7000万针的疫苗 一共疫苗已经注射了大概是5700万针 其中已经接受到两针疫苗的人 已经超过了1600万 至少打了一针的有4100万 那么是怎么样一个概念呢 就整个美国基本上大概15%的人 至少已经打了一针疫苗 或者两针疫苗 这个速度在全世界来看的话 应该是排行第四吧 第四 最快的是以色列 然后是萨特阿拉伯 然后是英国 接下去就是美国 其他国家呢 现在基本上都是在2.5%到3%之间 这是这个之间 只有美国这几个四个国家 是在10%以上 这个是我大致的一个记忆 当然一些小地方可能另当别人 那么 这个速度是够不够快呢 现在我们美国 每天平均注射的疫苗数量是 大概是200万 200万 最低的也要到160万 像周末 或者说一些 有些假期 大概160万左右 这个速度对我来说是 应该是还不够快 还不够快 我希望就是每天如果能达到300万到500万的话 那么呢我们美国可以在7月份8月份注射完所有的愿意打疫苗的人 那么我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因为大家也知道在美国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打疫苗的 在9月份的时候做民调的时候 大概只有一半个人 50%的人愿意打疫苗 然后呢在12月份 就是当我们的疫苗开始注射了 第一轮的那个报告出来的时候 到12月底的时候呢 基本上整个美国65%的人愿意打这个疫苗 而现在呢 大概是71%的人愿意打这个疫苗 因为这个东西了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 大家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信息 包括这个疫苗的副作用啊 过敏啊 甚至于死亡 各种各样的小消息很多 好像倒是要想很多 这件事呢 我就是12月20号 就是后天我讲座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目的 就是把现阶段我们发现的所有的副作用 死亡案例 诸如此类的和大家说的清清楚楚 因为CDC已经把这方面的报告已经整理出来的 他们把从12月14号到2月14号之间的 所有这方面的资料已经全部汇总了 那天我会详细的和大家说一说 以消除大家的顾虑 因为呢 在美国的华人呢 特别是老一辈的华人 或者说新移民英语不好的华人 他们是处于一种比较吃亏的情况 因为他们对很多的英文的媒体啊 他们不是太熟悉 老是看这个中文媒体 中文媒体里面的信息呢 比较混杂 往往呢 就造成了各种各样的误导 所以呢 我的责论呢 就是把这些东西给大家说清楚 另外呢 还有一件事 我要告诉大家呢 就是这个榜样的力量 因为我们刚刚开始注射的时候 说死在话 现在我和大家说 我是12月19号注射第一针的 那时候有担心吗 当然是有担心 因为各种各样的数据 看上去副作用还是挺厉害的 等我注射完第二针之后 那么我就可以和大家说了 打了第二针之后 我有哪些副作用 我哪些不舒服 是不是有其他的后遗症 我就可以 把亲身经历和大家分享了 我们医院也有这个案例 在我们有一层楼 有一个一层楼 一层楼里面呢 刚开始的时候 护士的注射的医院 就是整个楼 大概65%左右 注射了疫苗 很多人呢 就属于观望 或者说 哎呀我不大想打 后来呢发生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有一个护士 有一个护士呢 他全家五口人 全家五口人 他打了疫苗 因为他是医护人员 他打了疫苗 其他家里的四个人 不能打疫苗 后来呢不幸呢 他们全家都感染了新冠 所以呢 他就按照那个医院的要求呢 他在家居家隔离 同时呢做核酸测试 他连续做了三次核酸测试 三次核酸测试回来 前家另外四个人 全部都是阳性 只有他测试三次 全部都阴性 这就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 说明这个疫苗啊 确实可以非常有效的 阻挡住 被病毒感染 所以这件事情 在我们在那个楼里面 一传传开 一下子 他们这个楼的注射率 达到了89% 这就是我做科普的原因 因为我要把这些消息 正确的 我亲身尽力的消息 和大家分享一下 让他对这个疫苗 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因为大家很多人都在说 哎呀 我不打了 因为你们说打到70% 就可以全民免疫了嘛 可是你现在不要看到 全美国现在的打疫苗的欲望是71% 刚刚卡到这个口上 所以每多一个人打的话 对你来说的保护 或者对你家人的保护就多一成 这是我的想法 那么 现在到打疫苗的优先排列 到底是怎么样情况呢 现在美国 整个美国 我看了 基本上 文A是怎么的 就是65岁以上 和那个医护人员 基本上已经达到了 该想打的 基本上已经给打了 现在呢 很多地方呢 慢慢向1B的方向发展 是1B是哪一些人呢 1B的一个是 Education and Child Care 是什么意思 教育 和孩子的托管 就是托儿所这个地方 教育是什么一回事情 就是老师 并不说学生 老师 所以说我这时候 有些人告诉我 我的孩子在学校里面做助教 算不算 从广义来说的话 算 但是每一个地方县市 可能有不同的规定 所以说你如果有做助教 有那份东西 就是说你有那个支票 就是说你那个收入的证明 你就可以说是自己是教育界的 因为美国在这方面查的比较松 只要你有意愿 只要基本上符合这个条件 就可以打疫苗 所以你这方面你要 如果说你的孩子在大学里面 做助教 做如此类的 你可以告诉他们一下 第二个就是说紧急服务的 就是像那个救火院 警察这方面 也基本上可以在文毕列行里面 最后一项 是对我们华人最要紧的 哪呢 就是食品以及农业 特别是食品 因为我们要知道 很多的华人 很多的华人 特别是第一代华人 英语的问题 很多是在开餐馆的 或者在餐馆工作的 而这批人就属于文毕 文毕大概什么时候开始 每一个县市不一样 像我们这里的东湾的两个县市 一个叫Alameda County 一个Costa County 他们已经包括了这些类型的人了 但是由于疫苗还不是很充足 所以说他们一发了消息之后 在2月8号发了这个消息之后 接下去两个星期的疫苗的排 基本上已经全部排满了 所以说我的建议就是尽快的登记 以有机会尽快的打 这是我的想法 如果大家对这个还是有什么问题的话 咨询当地的卫生局 他的网站 看看他们到底是怎么安排的 好 那么这就是疫苗的注射情况 美国的现况 那么最主要的我谈谈的就是南非变异 这是大家最最担心的 也有很多人说 哎呀我不打疫苗 就是因为南非变异了 我打了就白打 打了白打 这个是不是有道理呢 是有一定的道理 为什么说是有一个道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说 这叫重复感染 重复感染并不是说 就是说你得了新冠 好了 然后呢 又被感染到了 大家可能这种小道消息听了很多 其实全世界到至今为止 我们有得到的数据来看的话 全世界到一月底只有三十一宗 是非常明确的叫重复感染 也就是说感染了之后 康复了 再度被感染 其中有一例 就是上个星期刚刚发布的一例 这个一例呢 引起了我和我的同事的一个高度警惕 这是唯一的一例 也是第一例 是南非变异的二次感染 案例是这样子的 是一个58岁的人 他并没有免疫系统的问题 也只有哮喘 他在九月份的时候被感染了新冠 当时是新症 只是发烧 居家的 并没有去医院 12月份的时候做了两次核酸测试 都是阴性 那么就说明第一次感染已经康复了 但是在1月份 就是在第一次确诊的之后 129天发现了二次感染 而从基因测试里面 发现是南非变异 最要命的就是 这次二次感染的病情非常严重 需要插管和第一次 不能同日而语 那么这里面就出现了 这几个问题 我们已经问了这个几个问题 我们分析了这个案例之后 第一个问题 我们就想考虑一下的 就是说 南非变异 你身体里面哪怕康复了 有抗体 都是可能会被感染 那么说 就是你打了疫苗之后 会不会也有同样的情况呢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第二个 因为我们那时候就是129天 我们无法确定 他体内还是不是 会有足够的第一次感染之后的抗体 这个无法确定了 他只是感染了 也许那个人在129天的时候 他的抗体 哪怕有那个量也是很小了 可能无法阻挡再次感染 哪怕并不是南非变异 其他的新冠病毒 他也会被感染 也有这个可能性 这是第一个 第一个我们的怀疑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说 我们比较感兴趣的 就是说 二次感染的病情更加严重了 这是什么原因 到底是这个南非变异病毒 容易引起病情加重呢 还是由于我们叫ADE的现象 ADE现象就是说 你被感染了之后 你身体产生了抗体 而这个抗体不但 不帮助你消灭病毒 而在二次感染的时候 是病情加重 到底是不是ADE 这是我们想知道的 同时呢 这个呢 如果是ADE的话 也给我们的疫苗 产生了一个警钟 然后呢 我们在全世界范围 再找相类似的案例 很幸运 至今为止 我们没有发现第二例 这种情况 所以说这方面 我们现在还不能下一个定论 我们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然后呢 我们又查到了另外一个消息 可能在某种程度上 推翻了我们刚才的那些论点 就是关于ADE啊 或者说 那个南非变异 可能是病情加重啊 这我们觉得这个可能 只是一个偶发事件 偶然的 偶然是 这个什么数据呢 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南非现在疫情情况的 一个分析 大家已经看到 由于南非变异 也是一样 在1月 头的时候 它达到了一个高峰 然后 它整个南非的疫情 一下子下滑 而且下滑的速度很快 现在已经达到了 基本上说的 历史的 最低点 这个就给 给我们一个信号 就是说 这个南非变异的病毒 并没有这么毒 或者说 并不会存在太长时间 给我们这么一个信号 另外 他们的死亡也是 也没有显示出一种 非常厉害的 很大的高峰 它的高峰有 但是随着确诊减少 它的死亡 也再大幅的减少 也就是说 刚才我们所说的 刚才我们怀疑的 那个南非变异 是不是会让病情更加严重 现在看来并不是 这个百分比 还是在相等的一个范围之内 这对我们来说 对进一步的 对南非变异的研究 将是一个好消息 但是 但是不管怎么样 现在我们从体外的研究 发现南非变异 确实是会加快流传 所以我不管怎么样 希望大家打了疫苗的人 都需要戴口罩 保持一定的距离 不要盲目的出去狂欢 这如此类的 而且打了两次疫苗之后 因为很多人问我 打两针疫苗之后 大概多久 可以达到所谓的95%的防疫 现在我告诉大家 就是打了第二针之后的 14天 基本上 可以达到这个效果 那么很多人也有告诉我 哎呀 我想查一次抗体 你确定我真的有抵抗能力了 可不可以 可以 但是这个查抗体 因为是你自愿的查抗体 疫苗之后查抗体 我不知道保险是不是包 或者美国政府是不是包 那个你要和自己的医生说了 而且这种抗体测试 据我所知 很多是需要医生处方的 那么你们要去查那个抗体 要查什么呢 最好是14天之后 查一个 IgG 就是那个抗体 叫IgG 不要查IgM IgM是短时期的 没有多大意义 IgG 而且你要查S protein 不要查N 查S protein 不要查N protein 因为什么呢 我们现在的疫苗 都是针对S protein生产的 如果你查N protein的话 你是阴性 很大机会是阴性 所以说你现在和老医生去说 我要查测试 或者自己去测试的话 你就告诉那个测试站 我要查IgG 要查S protein的 COVID-19 而且要告诉他是COVID-19 你不要查IgG的 其他的S protein 举个例子说 那个乙型肝炎 这种东西 他也会帮你查的 也有 可是他查出来 完全是不同的病毒来的了 好 那么今天就讲到这里 那么我过两天 等我做完一个专题讲座之后 我会上传 和大家更加分享一下 关于新冠疫苗 现在互作用 以及死亡案例的具体的分析 好 谢谢大家 祝大家都健康 能早点达到疫苗 感谢大家